中国电商巨头征战印度市场 为何水土不服 中国众小企业如何搭上印度电商快车 印度传统的这种夫妻老婆店是很盛行的 所以说我们也在不断地来渗透到这些夫妻老婆店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龙行天下 自2009年双十一产生以来 双十一购物节已经是成为中国电子商务行业的年度盛世 由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的双十一全天全网营业额达到了4101亿元 创下了历史新高 而目前中国电商交易量在全球占比已经超过了40% 而这一比例在十年前是仅仅为1% 中国本土电商巨头主宰着飞速发展的电商生态系统 同时推动着全球电商市场的发展 但随着国内电商市场的增长渐缓 探索新的增量市场已经是势在必行 而印度全球经济增长快速的经济体之一 任何红利日益凸显 伴随着智能手机的日益普及和交通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 印度被视为全球电商市场的最后一片蓝海 2018年印度网络零售交易额是增至了334.2亿美元 增速超过了49.5% 印度市场成为一众电商巨头围猎的新战场 具有行业领先优势的中国电商巨头 在征战印度市场时能否复制自身 在中国的成功经验又面对了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 中国中小企业能否在印度市场中有所作为呢 这里是印度南部城市伴加罗尔 众多世界级的科技公司在此聚集 使这里成为印度信息科技中心 被誉为亚洲的硅谷 印度人米达在一家医药科技公司工作 印度的新年排登节快到了 他准备从网上订购一些生活必需品 米达光谷的这家信尚商店叫做Big Basket 成立于2011年 主营新鲜蔬果及日常杂务 拥有丰富零售经验的企业创始人 仅用了六年的时间 就把这家初创公司 变成了印度最大的在线杂货平台 人们开始开始使用了 购物商店的计划 但购物商店的计划 不是在那里的形象 所以我们觉得 here was a great opportunity and customers is starting to wanting to buy a bigger range how do you get to a point where you're able to buy maybe out of 25,000 items so we realize the only way to do it is online currently we are moving towards two key business models one is the business model where we stock about 25,000 to 30,000 items we bring items what sells to the tune of about 80 to 85% of sales which is corresponds about 5,000 to 6,000 items we store it in what we call as a dark store let's say ten articles will pack in 平台的核心競争力是新鲜产品供应链 这是他们能够直面来自线上零售巨头和尸体连锁店的挑战 目前这家电商平台业务已经是扩展到了印度的25个城市 拥有近800万用户 2016年平台又推出一项服务能在90分钟内为消费者送达5000多种常用的货品 这个是5k concept where customer can get the stock within two hour slot here in hub concept there are only four slot whereas in 5k we have 28 bike slot and 28 van slot 90分钟送货服务在堵折问题严重的硬度实现起来并不容易 平台也因此捕获了更多消费者的心 第一次看电商是新鲜事件 一部份的赚派 and he has rallied then he will move from the store and he deliver the product to the customer dairy milk ok twix so you think fine that's almond treat and twix or twix what I found was the fresh fruits and vegetables are as fresh as what I get in the market right so if the quality is the same then it saves me a lot of time and plus gives me a very wide range as well unlike fresh fruits and vegetables market out here you actually get some of these exotic fruits and vegetables over here 2018年印度零售电子商务仅占零售总额等 that's really the that's why the opportunity is massive that's what it is affecting online is affecting a lot because I told you know today's generation are they just wanted in their doorstep so nobody is coming here and we also get we also have 50% of customers like who just give a call or they just message that they want all these products and we deliver to their home 2015年印度总理莫迪提出了打造数字印度的厂衣 加上印度近些年在人口结构智能手机的本土化生产及普及率等方面都在释放红利 使印度成为中国之后另一个引人瞩目的电商市场 因为印度的市场人口的大国年轻人口为主 然后快速的城市化大量的农村人才 青年人因为接受了教育进入大城市 开始留在大城市工作他们的消费开始升级 他们的消费观念开始发生变化 印度的整个移动互联网 手机3G4G网络的覆盖的程度 以及智能手机的这个出货量每年都在增加 3G4G的这个网络的覆盖也日趋完善 这个是过去3到5年 印度政府也是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在完善 所谓的这个通信或者移动互联网基础 就是建设带来的一个结果 摩根士丹利发布的报告显示 预计到2026年 印度电商市场规模从2017年的385亿美元增长到2000亿美元 而各国资本在印度的竞争逐渐进入百热化 2019年4月18日亚马逊中国发布声明称 将于7月18日起停止为亚马逊中国网站上的第三方卖家提供卖家服务 亚马逊 印度之外第三个有10亿人口以上的这么一个巨大的红利的国家 所以亚马逊即使今天在印度是巨亏的一个状态 他依然愿意不断地去填钱进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相较于亚马逊对印度市场的孤注一致 来自中国的投资者则选择从投资印度本土的初创科技公司 开始切入市场 全球世界五百强的这些公司 基本上是自己在做一个事情 我们是在做一个生态 我们不会自己去把所有的事情都做了 Amazon在印度好像现在已经有两三千人直接投资 全是Amazon自己在盘活这些资源 但是我们在印度做的事情 我们是想建一个生态 我们不会自己拿一个非常庞大的团队去印度做 我们必须依靠本地的生态力量 他把那个市场的感知告诉我们 各国电商巨头们都希望能够抓住 印度六千亿美元规模的零售市场 而Big Basket在杂货零售行业的出处表现 获得了众多投资者的青睐 面对来自各国电商巨头的注资邀约 这家印度企业又如何选择呢 M goin M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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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